OK,欢迎大家来到DevLearning的分享会, DevLearning我们是一个GitHub上的一个完全开源免费的一套DevDev开发的教程, 你可以通过实战来一步步学习Dev开发, 然后欢迎对这个对我们项目感兴趣的同学TPR加入我们的开发组, 一起来供应这个教程,那么今天我我来跟大家带来一个 unispa v3的原理的一个科普性质分享会吧, 也不会占用太长时间,因为unispa v3我们之前小组也也做过很多次分享了, 然后这次呢主要是想把小组的一些输出的内容去总结一下, 然后然后做一个比较入门性质的一个一个仅仅做原理讲解的一个分享吧,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开始讲解,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屏幕吧, 可以的很清晰,好的好的这个大家可以吧, 就要被区域上再放大一点, 好吧这个可以,ok呃就是unispa v2呢他呃v1他提出的一个公式就是x乘以y等k, 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呃其实我其实可能大部分都已经比较熟悉了嘛,如果说不熟悉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翻译的一篇国外大佬的文章,这边他就是从从那个从零开始讲解, 他为什么要做xy这个公式,然后还有一些呃需要注意的一些呃一些一些事情嘛,一些退导,这个今天就不讲不讲不讲这个v2的公式, 然后今天主要重点在于就是通过v2的呃公式去退导, 然后去对比v2和v3的一些区别,然后一些演进的过程, 然后我们现在呃回到一个坐标轴上面,我们我们这边坐标轴的话,呃x轴是代表一个资产x的数量,我这边画一下, 就这个这个x轴代表x的资产x的数量,这个y轴代表y资产y的数量, 然后这两边呢,你如果注入了流动性,比方说你注入了y有这么多,x有这么多, 那么你的流动性实际上就是这个绿色区域的面积,这个实际上就是呃这个因为这个面积需要一个很很定的嘛, 也就是x乘以y等于k,这个k就是这个面积,如果这个k是平均的很定的话,你就能画出这个双曲线来, 然后V2的它有个问题,就是你呃比方说这条红线就代表一个价格,它的它的斜率是价格,因为这个这个红线的斜率就是你的这一段, 跟这一段的比值,它实际上就是个价格,所以呢你,你价格在这个双曲线走的时候,就是一个交易的价格变化的过程, 然后你看V2的它这个双曲线,我们说小一点可以看到,就是双曲线它有个特性,它会不限去运营两个轴呢, 所以你的你的价格实际上是会在一个很大的区间,也就是零,也就是在零到郑无穷这个区间里面去走, 但是不会到零也不会到郑无穷,所以V2它有这个特性,它有它这个特性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一个,这个V2里面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资金率的,资金的利用率不高,就是你做交易的时候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 就在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只有一个橘色的部分去参与一个,呃一个一个流动性的做事,实际上大部分的你的大部分剩余的绿色区域是没有去参与交易的, 那么V3为了改进这个,为了改进这个问题呢,它就把这个公式去改了一下, 然后让这个公式去,呃让你去只用添加这个橙色的区域, 然后不用去添加这个绿色的区域,这就是所谓的虚理流动性, 就是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等会就可以简单讲讲退导的过程, 这个是当你流动性的变化的时候,你的面积会扩大嘛, 你的流动性,呃你的流动性增大了,这个曲线会往上移,这是一个简单的变化, 那么V3呢,他做了个层次,他把那个,呃,在这边来看一下, 就他为了去增加一个虚拟的流动性,他会在这个, X乘以Y的K,X乘以Y等于K的公式上去,去加了两个,两个东西, 一个是X的Virtual,一个是Y的Virtual,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他你在,你,呃你X加的数量, 他会,他会,呃在你的X的数量基础上,加一个虚拟的流动性,也就是XVirtual, 然后这个,这个Y也是这样,然后这个等式变成这样之后呢,他这个双曲线, 他会,他会往左下方,往左下方平移,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样,XVirtual,YVirtual, 我画了一个线去嘛,我对在这,就是他会把,你加了这个XVirtual和YVirtual, 就是两个,两边的迅流动性之后,相当于把这个,把这整个图,把它向左下方平移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去,你去添加流动性,你实际上就,你添加流动性只有,你添加流动性在这里嘛, 你这个时候你的,你下面就不用添加流动性了, 你,你,你添加流动性就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可以在这个区间内被利用起来, 这就是V3他做了一个,主要做了一个事情, 然后因为,嗯,因为你可以看这个图吧,就是因为他把整个图,他向左下方平移了, 然后你价格去变动的时候,就会不像,就不会像那个V2那样,V2那种情况, V2是0到正无穷嘛,因为你到上面去,他不会跟那个轴相交, 所以他永远都有流动性,只不过会非常非常小,会越来越小, 但是你如果把它平移到,往左下方平移到这边来,你的,你的价格是很容易出去的, 就是你的,你的价格会,会走,会走出去,因为这个线在这边是,在这边是会到这边来的, 他走到这边来之后,你的X,就过0了,然后就到这边来了,就相当于你的,你的X本来在这里的, 然后往这边,你的价格往上面走的时候,X会慢慢慢慢移到,移到0这里来,移到0了,甚至会, 他应该不会,他不会去到负责这边来,因为到负责这边就没有意义了,一个资产,它是负的,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到这里之后,你的流动性就已经耗尽了,你到这里的时候,你的流动性就已经耗尽了, 所以你的V3它有个特性就是说,你只能在一个区域,一个价格的区域内去做, 去注入流动性去做事,然后超过这个价格区域之后呢,你的流动性就不能再参与做事了, 你就不能去,有个手续费的收益。 核心公司退导,可以简单讲一下,就是,主要是利用两个,两个等式去代入, 就比方,一个是,第一个是那个Y等于P乘以PS价格呢,就是P乘以X, 然后代入到这个里面来,然后你就可以去,去把那个XY用, 用那个L,这里忘了说一点,就是, V3的,它的流动性它不用K表示,它把它换成了L的平方, 就是K等于L的平方,这里之所以变成L的平方呢,它是因为, 你这里有很多价格都是根号,根号P,基本上所谓的价格都是根号P来运算, 所以它为了方便运算呢,它用了,它用了L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通过, 在这里就,在这里用L可以和根号P可以直接去表达X和Y, 然后刚才讲的就是用这个,这两个,这个等式, 代入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去推导出XY, 然后用L和根号P来,呃,来表示,根号P就是根号P, 然后两个虚理流动性呢,就是XVIRTUAL和YVIRTUAL的, 的数值, 我们可以看你价格为1来看一下, 这当价格为1的时候,你的XVIRTUAL, 你的真实的流动性是这,是这一段吧, 真实的流动性是这一段和这一段, 这是Y的,这是Y的,这是X的,这是你真实的, 但实际上V3的它帮你去加了一个VIRTUAL, 就是V吧,不写多了, 嗯,它这个,它这个,它这个,呃,VY, 好,这是VX,这个VX,这是VY, OK,它这一段,这一段是它,是它虚拟给你加进去的, 就是说,当你的价格在这个区间内的时候, 它是有这个虚拟流动性的,它也相当于一个增高垫, 让你的,让你的乘者区域可以在这个区,可以在这个上面去跟,去直接做流,做那个做事, 那你的,你的真实的资金利用率实际上是100%, 那为了,为了,呃,为了还原跟V2的一个, 一样的一个,一个价格曲线嘛,它就给了一个增高垫, 给了一个虚拟虚拟虚拟的流动性, 那么现在,其实刚才这里的,呃,核心公司这里的, XV和YV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一段距离,跟这一段距离, 我们就是直接把, 嗯,就是当价格走到这里来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个点, 到这里的距离, 然后这里也一样,就是这个点到,到X的距离, 因为我们刚才推出来的公式去算,这个公式去算, 那就是可以代入嘛,代入出来就是,呃, 你XV和YV就可以这样,就是P,Pupper就是上面这个点, 嗯,上面点点,上面那个点Pupper,下面点Plower, 然后核心公司基本上就出来了,就是这样的, 啊,当然白笔书里面是,因为,因为Github的那个, 那个Markdown语法,它不支持那种,呃,那种那种数学公司的写法, 我觉得直接这样写,可能看起来不太清楚, 就实际上是跟白笔书上是一样的, 然后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因为你,呃,V3的流动性, 它添加,它添加的都有一个价格区间, 就是说你每个人可能添加的价格区间不一样, 有人添加在这里,有人添加在这里, 所以它不像,不像V2的,V2它是从0到正乎穷嘛, V2的所有的价格区间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所有添加的那个流动性头寸, 它的价格区间都是0到正乎穷, 那么你就可以用一个同质化代币去表示这些,啊,就是ER4120, 用ER4120去代表你的LP token,也就是Lequility Provider token, 这就是LP token,所以你可以用ER4120去代表VR的LP token, 但是你不能用ER4120去代表这些不同区域的, 这些LP token,因为它们价格区域不一样, 所以它们它们不算是同质化的,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V3就用了NFT, 来表示这些LP token, 嗯,价格的,价格区域与风险收益, 这个实际上也刚刚才也会,呃, V2的是,V2的是从0到正乎穷的,就相当于你的, 你从0到正乎穷,就是说你的价格你永远不会超出这个区域, 所以你永远是会在你的,你的做事区域永远是在价格内的,啊,价格在永远在做事区域内, 所以你总是可以去获取到收益,就不管是什么价格来,在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或者这个价格来做,做交易的话,都会向你去交易比手续费, 你的扭动性会参与这个,这个交易,所以你能分到手续费, 但是V3它有个,V3就不同,V3如果说在这里,你超,这个价格点来到这里来之后, 也就是你的,价格差不多到这里,超出你的价格区域之后呢, 你这个流动性实际上没有参与,你的流动性是没有参与交易的, 那么你就不能参与那个,呃,分取那个手续费。 所以这样就说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你的价格区域越窄, 你的,你就越,越有可能出现这种,价格超出你的价格区域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你的资金就实际上是没有利用率的嘛, 你的资金就,就不工作就躺了,什么事都没干了, 就没有去跟你赚取收益,实际上是一种,呃,一种,一种风险嘛。 那么,那么就是你价格轴设的越宽, 你的这种,这种,这种那种,呃,空转的风险就越低, 你可以越来越宽,然后直到你设到一个领导政务穷的一个区间, 也就是说V3可以,也可以设一个领导政务穷区间, 这就,这个时候就跟VR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你就任何时候可以去做,呃,也可以去参与做事, 但是你的资金利用,其实你的资金利用效率就跟VR是一样的, 就是你只有很小一部分在总在参与做事, 而大部分资金都躺着了没有去参与,参与交易的。 嗯,然后添加和移速流动性,这个我就不具体去讲那个推导过程了, 主要是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你的价格正好在你的设的那个价格区间, 这个中间,也就是你添加流动性,你要往里面添加流动性, 你需要确定三个东西,第一个是你的价格区间,也就是pup,plog, 第二个是你的费率水平,这个等会手机费率我会讲, 你的费率费率水平分三档,也就是每个交易者它都会有三种费率水平, 就是手机费率水平它分三档,然后第三个就是,呃,就是你, 你,你,就是你注入流动性那个用户是谁,就是这三个因素会决定你的这个流动性头寸, 它会不一样,就是有,这三个因素有一个不一样,你的,你的NFT就是不同的NFT。 然后当你去你的价格在,价格区间内的时候去注入流动性, 实际上你注入的就是很好,就是很好例,就是你,你注入的这个就是X, 那么这一段就是Y,那么这里推导的,这里推导的公式实际上就是,呃,计算X,这个,这一段X跟这一段Y的。 然后因为,因为有价格区间嘛,你还有,还有在那个价格区间外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当你的,呃,可以看这个这个这个动的过程,就是当价格往上面走的时候, 你的X,X的那个流动性是不断减少的,而Y的流动性会不断增多。 然后走到,走到那个上限的时候,走到这里来的时候,你的,你的X就变成0了。 然后全部就变成Y了。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呃,添加流动性是这种,这属于添加流动性的一个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当你的价格在你的区间,在你的区间上限或者以外。 这个时候你添加流动性都是,都只能添加一个单,呃,单一的资产。 就是你只能添加Y,不能添加X。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X是0,你只能去添加,添加这一块,也就是Y。 这个时候你只能添加,单独添加一个Y的流动性。 这就是你,呃,当价格超出的,在这边超出的时候,你只能添加Y。 然后同样的,当价格走到,当价格走到这边来的时候,是一样的。 你就是你只能去添加X,你只能去添加这一段。 那么这就构成了,构成添加流动性的三种情况。 然后移除呢,是一个立项的运算。 总结一下就是你,呃,V3的流动性计算过程,需要先确定。 你的P upper,P lower,就是,也就是你的价格区间的上限和下限。 然后根据当前的价格,跟你的价格区间的关系, 去确定你要增加那个资产的数量。 然后也是刚才提到一个,一个特性。 V3它有个特性就是,呃,当然不不只是V3。 你其实V2也有这个特性,只不过不很明显。 在V3当中比较明显,也就是说你当你的价格。 从,呃,从下面往上走的时候,你首先你的,你的流动性全部都是X。 X。这里全部都是X。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的Y是0。 然后当你的价格继续往上走,你的X会变少。 你的Y会从0慢慢增加。 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走出去之后,你的,实际上你就会发现你的X。 就全部变成Y了。 那这个特性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变相的一个限价单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你在这个,这个价格点用注入了X。 然后在这个价格点,然后变成Y。 你相当于做了一笔交易,就是从X慢慢变成了Y。 只不过这个交易过程不是,不是,不是立马执行的。 不是普通那种swap。 而是慢慢的很平滑的去一比一比的,一点一点的去减少X,去增加Y。 然后这个,呃,这种情况也就成为一个,一个限价单。 这也是V3的一个,呃,新的特性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刚才讲一下那个注入流动性和移出流动性的一些关系嘛。 然后现在来讲一下,呃,V3里面它是怎么做交易的。 就可以一下,呃,可以看一下白玉书的这张图,这是我截过来的。 这个这样是V2的一个流动性的分布。 也就是说从0到正乎雄上面,你全部,所有的流动性全部都是均匀分布的。 实际上它这个图画的有点,就是画的为了看了清晰,它这个画的比较高。 实际上来说的话,如果这样比较的话,它可能会被摊得非常薄,就是同一个面积下。 因为这是0到正乎雄,这个区间会非常宽广。 那么在V3这边呢,这是第一,这是第一种情况。 V3的这个图,它是,它说的是,当一个磁子类,一个破类,也就是V3的磁子。 呃,磁子在那个V2里面叫Pair嘛。 它这个里面改名字,V3里面改名字,它不叫Pair,它叫Paw。 它在一个Paw里面,如果只注入了一笔流动性,也就是会像这样。 就比方说我,我第一个来注入流动性,我在PA和PB这个价格区间内,我注入一个流动性。 那么你的流动性会在这个价格区间内均匀的分布。 也就是像这个样子。 而以外的区间是没有流动性的。 当我注入了第一笔流动性之后,后续又有许多的流动性进来,会有不同的价格区间,不同的流动性数量。 那么它会,就大概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价格区间,是,是这么多流动性。 然后这个价格区间又,又,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 然后慢慢慢慢的就是这样的。 然后它画这个图是比较理想化的,是一个正常分布的。 实际上是,就实际上它不会这么均匀,不会,呃,它的流动性分布是比较,呃,可以看实际情况吧。 也就是我下面结的这张图。 就是你会,你去,你去,呃,Uniswap的app上去,添加流动性,你会,你会看到这张,就这张图。 这是我结的Uni跟ETH这个交易队的一个流动性的分布。 它实际上就是,你这上面的,你可以看到它会比较集中于现在的一个,一个价格。 现在价格,它会比较集中于一个某个区间。 它会有很多人去添加流动性。 然后越,越偏离这个,呃,越偏离这个中心区间呢,它的流动性会慢慢减少。 这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去添加流动性,然后不同的流动性,它会在同一个,同一个区间上,它会有不同的人去添加流动性,然后去累加。 也就成为这个堆叠的一个图。 那么你去做交易的话,其实实际上是,呃,做交易的过程可以去理解。 可以理解为这样,就是你的,当你的,当你的流动性去,去,呃,做做事的时候,你比交易过来。 实际上它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某一部分资产,拿走,然后换另一部分资产进来。 就比方说在这,在这里的话,就是把你的X拿走,然后拿Y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价格就会有一点变化。 就是你做一笔交易,可能你,一笔交易在这,你做完一笔交易之后,你可能流动性变成,变到这里来了。 你的,你的价格会变到这里来。 那实际上就是,呃,你可以把,你可以把这个,池子内去,呃,这个交易的过程去, 理解为,一个价格去,改变流动性的,呃,改变流动性的过程。 在这边可以看一下,就是比方说,一开始你的价格,你的价格在这儿。 然后你的,然后你的做交易的方向是这里,是往右边走。 这个时候你,他,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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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会先到第一个区间内,去在这个区间内,去消耗你的,呃,这个蓝色区域。 这个蓝色区域,如果被消耗完之后,他会跳到另外,第二个格子内,去消耗这笔流动性。 然后一直到,一直跳到这里来,他会,他会消耗到,大概会消耗到这里来。 然后他就,这个价格就,他就,呃,他的输入被消耗完了。 你,他是去消耗,呃,消耗,用,用他的价格的,呃,input。 把token input,也就是说,你去做一笔交易的时候,用,做交易的用户是用他的token input,去换换你的token out嘛。 token out,output。 就比方说你的,他的token input是y,然后,然后token out呢,是x,也就是符合了刚才这个,这里的一个关系,就是,也就是说,当,当他做压运的时候,价格往上面走。 他把y,他把y注入进来了,然后把x,把你的x拿走了。 那回到这里来,就是,实际上是,实际上他消耗的是你的x。 你可以认为这个蓝色区域就是你的x资产数量。 那么,当到,到这一格之后,他消耗了一部分,没有完全消耗完。 那么他的价格就会停留在这个,这个价格区间内。 当然这个价格区间也是个区间,他不会,他也,价格也不算很精准。 然后他会去用,之前这个,呃,类似于天然流动性这个公司去算,算一个精准的一个,一个价格。 就是说,在这个价格区间内去,他到底,他从这里走到这里来,没有,还没到这儿,他会在中间那个位置停掉。 他会用一个公司去算。但是前面这个消耗掉的一个过程,他会直接去计算这个数量。 也就是说,他会,价格往这边走,他会去消耗一个,一个流动性。 然后消耗完了之后,他会去跳到下一个区间去消耗流动性。 一直到这个流动性,他消耗,他没有消耗完,他消耗到消耗的一部分。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用公司去算,他到底是在,呃,哪个价格停下来了。 比如在这里停下来。因为这是个价格区间,你需要去精准的算出来。 然后这就是他做交易的一个,一个大致的过程。 嗯,V2的,V2和V3,其实最大的区别的话,就不光是刚才讲的一个价格区间的问题。 还有一个收取手续费的方式也比较复杂。就因为V2它的手续费呢,它是隐含在你交易的过程当中去收取的。 就你看V2的代码,它会,它比方说你去,你去交易了1000个token进去之后。 它在V2的那个合约代码里面,它会有一个,呃,它会把你的这个input乘以一个997这个数字。 等于997之后,再,再去换算你能拿到多少那个output。 那么这中间就少了一个,就是1000跟997就少了一个3嘛。 实际上它就收了一个1300,也就是0.3%的一个费率。 这个过程就是它收取手续费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嗯,它之所以能这么简洁的去,去收一个,收取一个手续费。 然后把手续费存在它的合约,它的合约也就是pair里面。 就直接存在这个pair里面。 它之所以能这么简洁的去收取手续费,是因为它所有的流动性,都是从0到正不穷。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去管,你就不用去管流动,你就不用去管价格区间。 也不用去管什么费率水平,因为它们所有的费率水平都是0.3%。 也不会像V3再分成三档。 而这是因为有这些差异呢,V3的,收取手续费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 首先第一点为了,为了简化一个运算的过程呢。 因为你的,你的价格轴是,你的价格轴是0到正不穷。 你的价格轴是连续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你是个连续的价格轴, 然后你在上面,可以分出无数个价格区间来。 因为你价格,你的数轴是连续的。 你在这个,这个连续的区间内, 你能分离出无限的数,出来。 那么你去添加流动性的时候,我可以在这里添加, 我可以稍微再一亿的在这里添加。 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一个很,很大的一个计算的问题。 就是你很,非常消耗性的。 你添加流动性会,会有非常非常无穷多个价格区间。 这样的话,是没办法去做计算的。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V3就提出了一个离散的价格轴。 这个概念也就是Tix。 它把价格轴分成一些离散的点。 也就是说当这些点的,这些点的中间的价格, 你是不能去,你是不能去,呃,去添加流动性的。 你只能在这个点上去添加流动性。 也就是说我只能选取这个点,或者这个点, 然后这个,这两个,这两个点组成一个区间, 我去添加流动性,我只能这么干。 但是我不能在这个点之外去,呃,选一个上限。 然后这样去添加流动性,这样就不行了。 那么V3的点怎么,就是怎么去设置这个V3点也是个问题。 你可以去,可以去设想一下。 如果说你用去,你用那个等差数列去设,就表示你每一个, 每一个Tick与Tick之间的,都是相等的。 它的间距都是相等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呃,有一些情况就是Tick之间的, 你的Tick的间距,你不能设的很大。 如果你设的很大之后,很多,很多情况下,你是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的。 就比方说,你如果设的很大,然后用户必须在这里添加一个,呃,添加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边界。 你就不能满足它。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间距,你把这个间距设的很小很小。 那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其实跟你的连续的价格都有没多大差别。 如果你间距设的太小的话,你的运输量还是会非常大。 实际上你,如果你不用等差数列,你用等比的数列。 比如说这是一样,然后你这是二,也还是会有一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不认为是等差还是等比,都会出现这种,呃,都会,都会优化的不是很好。 就是它运输量依然会非常大。 所以V3提出了一个,V3就提出了用等密数列来做这个离三的结合点。 也就是这个公司。 所有的TIC,它有个序号,就比方说从,呃,0是,啊,从1开始。 这个序号是0。 这个TIC的序号是0。 它也是以1.0001为底数。 然后以I序号,这个TIC序号,作为指数,来表示这个价格。 也就是说,你在,呃,你往,你这边是0的话,你往,你往右边走。 可能这边是1.0001的,这是二次方。 那么这个TIC序号是2,啊,这个是3,这个,这个就是三次方。 然后你往这边走,你会,你会发现它,不会到0嘛。 它会,它往1.0001的-1,或者-2,或者-几。 这个时候它是,它是从1这个,这个基准,然后往,往左边走的。 然后你会发现它会把这些点也,也都能有个很好的表示。 然后这样做,还有一个优势。 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说,你,呃,不同的交易队。 就比方说你的,呃,我们,我们拿一个USDC和,和带做一个交易队的话。 那么其实这个交易队它的波动率是很小的。 因为两个都是稳定币嘛,它的波动率会非常非常小。 你就说它,它的波动的上限和下限,减确会非常小。 有可能你的,这个稳定,两个稳定币的池子,你可能是这样波动。 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这个时候你用密去,呃,你用,你用那个等密的数列去表示的话。 哦,好,再补充一点。这个等会讲,呃,等密的那个。 等密数列1,它实际上等密数列有这样一个特性,就是越靠近1的, 一个间距会越小。 好,不是越靠近,越靠近0的间距越小。 就你会看1.001,它的指数如果非常大,你比方说1万的话,和和999, 这两个之间的差距会比较大。 因为指数,指数它会不断的,不断的升高嘛。 它两个中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你的,当你的价格越大的时候,它的间距会越来越大。 这个其实比较好,你也就,也就是说, 比方说一个资产的价格已经到了1万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时候其实用户也不太会去关心, 比方说,呃,比方不太会去关心0.001的那个价格的话去变,变动。 那么其实就是说,当价格的绝对是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的T的间距可以越来越大。 那反过来也就是,也就是说,当价格越趋近于0的时候, 你的间额,你的价格的间额会需要越来越小。 这也就是等密数列去满足了一个条,一个,一个,一个,呃,一个形态。 然后也是刚才,刚才之前提到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的交易队不一样。 比方说你的,这是两个稳定币,这是,是, USDC和和DAE组成的,组成的一个交易队, 它的波动会非常非常小。 那如果是两个三代币呢,它的,它的波动, 它的波动会非常非常大。 这种情况下,我,V3又去,呃,做了一个优化, 就是设置了三档的费率,也就是刚才讲的。 第一个它设置了,设置了三档费率。 可以在这里看见,也就是它有三档。 这三档,百分之0.05%,这是稳定币交易队的费率。 然后百分之0.3%是普通的,大多数的交易队。 百分之1呢,就是波动特别大的, 交易队。 这三档费率呢,它对应了一个tick spacing, tick spacing是,也就是说,呃, 我不断用等密数列去分出来这些离散的结合点。 然后呢,它认为这个离散的结合点, 实际上还是比较,这个点还是比较多。 然后它又加入一个tick spacing的概念。 也就是它对应了,对应了不同费率, 它会对应了不同的tick spacing。 当tick spacing比方说等于10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第一个tick。 比方说这是1嘛,这是0号tick。 它会去间隔10个, 这中间10个它会去忽略掉。 就即使这个tick它在数字上存在, 它也会去互利掉, 程序会互利掉, 它中间会间隔10个。 到这里第11个的时候, 这里它会去考虑去做个计算。 也就是说你, 当你tick spacing为10的时候, 你中间这一块是不能去添加流动性的。 你能添,你能添加流动性只能是这两个tick。 然后这是,呃,这是稳定密的交易。 tick spacing等于10, 这是比较小的一个间距。 然后这随着费率越来越大, 也就意味着你的这个交易对波动会越来越大。 当波动越来越大的时候, 它的tick spacing会越来越大。 啊,这就是它, 对这个价格做的第二个优化。 然后这里引入了tick之后呢, 它又引入了,呃, 两个概念。 就这些tick。 它在tick上面放了两个变量。 也就是这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呢,先讲第二个吧。 因为第一个比较难理解。 第二个变量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 当你的这个tick上, 有很多tick。 当有,当,当有人, 有用户往这里,往这个tick上, 增加了流动性。 无论它是价格的上限, 就无论它是这样的, 还是这样的, 还是下限。 只要有添加流动性, 这个变量它都会加, 都会增加。 比方说你,你增加, 这边增加10个流动性。 那这边这个liquidity growth就会加10。 那一旦有人移出了流动性, 这个反向的操作, 我移出了10个流动性。 无论是哪边的, 我移出了10个, 那么这里就要减, 减10个。 所以这个变量就比较好理解。 它实际上表达就是说, 这个tick上, 有没有人在这个tick上增加, 去添加流动性。 如果有, 它就是一个大于0的数值。 如果没有, 它就是等于0。 那么你去做计算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去忽略掉这个tick。 然后第一个变量, 它实际上是一个, 呃, 用来去, 用来去增减一个全局流动性的一个, 一个数字。 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你的pool上有一个全局的变量。 有个全局变量, 它是, 它是liquidity。 就是破这个合约, 破这个合约, 破合约这个交易, 交易罪的合约上, 有个liquidity这个全局的变量。 就是我们理解的, 可能你直观的去理解这个liquidity变量, 可能是觉得, 所有的用户添加了总流动性。 也就是说, 你有用户在这边添加一个流动性, 是10。 然后这边又添加一个流动性, 是20。 那么这个总的, 这个总的liquidity, 直觉上认为它应该是30。 那实际上, 实际上v3的它不是, 不是这样设定的。 它是根据价格来的, 比方说价格在, 价格在这个区域内, 它不在这个区域内, 那么这个时候l它就等于20。 也就是说, 这个破点liquidity这个变量, 这个全局变量, 它记录的是, 当前已激活的一个流动性数量。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价格包含当前的, 你的价格区间, 做事的价格区间, 包含当前的交易价格, 那么你的流动性就可以加到这里面来, 就可以加到这里面来。 但是如果你的流动性, 你的价格区间, 在那个交易价格外面, 你的流动性是无效的, 这就不能加进去。 所以这个l它是会不断变化的, 因为, 因为当一个价格, 呃, 当价格区网, 当价格移动的时候, 你的流动性可能是这样的嘛, 你的流动性可能是, 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分布。 你每每每移动一次, 每移动一下你的流动性的, 你的当前激活的流动性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l是不断变化的一个组。 那么这个, 呃, liquity net这个东西, 这个变量的话, 它就是用来去做这个功能的。 就是让这个全局流动性去, 根据价格的, 价格的移动来做变化的这个, 这个记录的这个组, 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 当价格往这边走的时候, 这个tick, tick, 就比方说这个tick, 呃,liquity, liquity net这个, 这个变量。 然后它上面是1, 可能它上面是, 它可能它上面是-1, 或者它上面, 这个上面是2。 那么这个l, 这个l会怎么变呢? 就是你价格从这边走的时候, 你先到这里来的时候会加个1, 这个l会加个1, 然后到这里来的时候会减个1, 然后到这里来的时候, 又会加个2。 这样它就会去, 这样这个l的变化, 就会去符合, 就会去符合这个流动性的变化, 这个流动性的分布。 就当价格在这里的时候, 它这个l就是这个高度, 在这里的时候是这个高度。 所以这个liquity net这个, 这个值它, 它记录的是一个流动性变化的一个差值。 实际上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来, 来绘制的, 就是你首先读取, 前端会读取一个破, 破, 破.l liquity, 这个全局的变量, 这是当前的一个激活的流动性, 也就是这个, 这个速线上的, 这个速线上的流动性这么多, 它会先读取这个, 这是全局的liquity, 然后根据每个tick上的, 这个net, 往这边去减, 往这边去加, 这个net有正有负嘛, 这样就会绘制出这个, 这个不同的, 这个不同高度, 然后就会绘制出这个图形的。 嗯, 然后, 这些准备工作, 就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个我们做了一个tick的优化, tick, 就是把连续的价格楼, 变为离散的点, 这是第一个优化。 嗯, 第二个呢就是, 在tick的基础上, 去继续去增加间隔, 也就是tick spacing, tick spacing概念, 这是第二个优化。 然后呢, 这个是辅助, 呃, 全局流伦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 呃, 两个, 两个变量。 OK, 这是准备工作, 实际上我们为了, 做了这么多, 实际上, 主要是为了去, 呃, 计算不同区间的, 不同流伦性的一个, 收据手续费的一个分配的, 呃, 分配的一个方案。 嗯, 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 就是如果说, 我们直接去, 累加手续费, 也就是说, 在价格楼上, 如果有一笔交易进来, 这笔交易进来, 它多, 它是多少, 它有, 呃, amount, 它, 它交易量是 amount, 比方说它是A, 它交易了A, 那么我们, 我们是不是每一次交易的时候, 就每一笔交易, 我们去乘一个手续费, 然后把这个应得的手续费, 去分给, 分给不同的, 流伦性用户, 分给不同的, 呃, 做市商, 这是一个比较符合直觉的方案, 但实际上, 就这个方案很快就会被否定掉, 因为, 首先你的, 交易会非常非常多, 你每次交易去, 去做这个分配, 然后每次分配, 每次分配上, 你的一个价格区间内, 这个价格上, 其实有很多的价格区间, 可能都包含这个价格, 那么就有很多的流动性头寸, 也就是不同的用户, 设置的不同流动性, 他都会去包含这个价格, 也就是所有这些流动性头寸, 都会来参与分这笔, 这笔手续费, 你不但每一笔交易都要去, 算这个手续费是多少, 你还要去算每一笔交易的时候, 你怎么去分配这个手续费, 你要根据他们的, 参与做市的时间, 参与做市的, 呃, 提供流动性的数量, 然后去分配这个, 这个手续费, 这是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区块链上, 计算和储存, 读取都非常的耗钱的, 所以, 这种像便利的这种, 就是没做一笔交易, 你去便利的去分配, 去累加手续费, 这个方案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去总结一下这个问题吧, 就是, 你, 你要分配手续费, 你要保证, 主要保证两个, 两个公平性, 第一个公平就是说, 你同一个区间内, 可能有很多人, 可能有, 可能有用户A, 用户B, 都来添加, 还有CB, 还有很多很多用户, 都在这个区间内, 添加了一个流动性, 我们第一个需要保证的, 也就是说, 一个需要保证的公平性, 是这个费的分配, 在这个区域内, 需要根据每个人出资的比例, 来去分配, 这样才够公平, 然后第二个难点, 我们解决了区间内的分配, 如果我们解决了区间内的分配, 我们还要去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不同区间的分配, 也就是说这个手续费, 如果说价格在这里, 这个手续费应该是这个区间内的, 用户们去所得, 这些区间内的用户, 去得到这些手续费的分配, 但是这些区, 区间外的这些流动性, 是没有参与交易的, 那么他们就不能得到这一笔手续费, 所以你要保证不同区间内的, 分配手续费要公平, 这就其实是, 呃, 其实手续费主要难点, 就是这两个难点, 我们把任务拆分开嘛, 就是把这两个问题拆分开, 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也就是同一个区间内的, 手续费的分配, 现在为了减后问题呢, 我们假设, 所有的用户在V3的, 即使在V3的破合约内, 所有的用户, 添加的都是, 都是临到郑无穷的一个区间, 那么, 所有的用户都是同一个区间内的, 呃, 都添加的同一个价格区间, 我们现在只用考虑他们的, 呃, 在这个区间内去怎么, 怎么去, 节省gas的去分配这个手续费就行呢, 实际上累加的, 累加的就是每一笔交易, 每做一笔交易, 这种每做一笔交易, 去累加的这个方案不行, 是因为他用到了一个便利的方法, 如果说你, 如果说我们, 也就是显然我们去累加这个每一笔交易费的一个方法, 肯定,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现在需要去换一种输入, 也就是说我们去, 记录一个全局的每个, 呃, 每单位流动性, 可以收取的一个, 手续费的数量, 呃, 也就说L, L是流动性吧, 比如说这个所有流动性是等于L的, 然后你的总的手续费, 你每做一笔交易, 你去, 你去增加手续费, 去不断的增加增加, 然后最后, 当有人需要来提取手续费的时候, 我只要把这个总的手续费去除以这个L, 得到一个每单位的, 也就是Per Lequility, 能够收取的, 能够收取的手续费, 我去乘以这个, 我算了这个值之后, 我再乘以这个用户的, 用户的L, 我就能得到他的用户的, 能够收取的手续费。 嗯, 在V3里面呢, 他记录了一个值, 在Port里面有一个全局变量, 也就是, 费GrowthGlobal, 也就是说, 他没有去直接去记录这个费Global, 他没有去直接记录这个费的全局变量, 而是他记录了一个累加的值, 这种情况下, 他是为了去区分, 你不同的做事的, 就是同一个区间内, 你有的用户, 可能来的比较早, 他可能在第0秒, 他去注入了这个流动性, 然后可能有的用户他来了, 他可能是第10秒, 或者说, 或者第10天来, 来注入这个流动性, 但是如果说, 你不去区分他的那个做事的时间的话, 对于, 对于先前添加流动性的用户来说, 这个是不公平的, 所以他为了去区分这个做事的时间, 他记录的是这个费GrowthGlobal, 这个变量,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累加值, 这样的情况下, 你要算这个, 你要算这个手续费的话, 对于是这样的, 就是你, 嗯, 这个费Global, Growth, 这个Growth, 因为他是个累加的值, 他是个单调递升的值, 当你注入流动性的时候, 你去记录这个Growth这个值, 把它写到你的头顺里面, 你的流动性这个, 呃, 这个变量里面, 然后当你要去移出流动性, 或者你去, 要收集手续费的时候, 你再去读取当前的这个Growth, 这Growth不是会增长吗, 就是你当前的这个Growth, 去减去你之前的这个Growth, 就会得到你在做事期间, 你这个Growth的差值, 也就是你在做事期间, 你可以收取了一个手续费。 然后再除以这个流动性的数量, 就得到了这个, 呃, 也就是每个流动性能够收取的手续费数量。 好,第一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就是在同一个区间内, 我们去分配手续费, 实际上就是去, 呃, 记录每单位流动性, 能够收取的手续费, 这样就能够比较公平的去分配。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复杂, 就是不同区间的一个手续费的分配。 就当一个, 当价格在这个区间内, 你不断的有交易进来, 有, 有, 有Token进来, 有Token出去, 也不断发生交易的话, 手续费, 实际上是在这个区间内, 不断累加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价格在这个区间内, 手续, 现在增加的手续费, 全部都在这个区间里面。 这个区间外面, 是没有增加手续费。 这也就是V3, V3运动到的一个思路。 也就是说, 他不去记录你每一笔, 那个手续费的增加。 在区间内的增加, 而是去, 而是去记录, 在区间外的一个, 一个手续费的一个值。 就是fee, out。 因为, 因为当你在这边做交易的时候, 你的区间内的手续会不断, 会不断增长。 那么你的global, 也就是fee growth global, 会不断增长。 这个时候会不断增长。 但是呢, 你的区间外的手续费是没有增长。 这两边, 这两边的手续费是固定的。 这个时候你, 这个时候你去记录这两边的, 这两边的out。 这两边的out。 然后你记录这两边out, 你用fee growth global, 啊, 你用fee global, 你用fee全局的变量, 去减去两个out。 out。 实际上他就是inside, 也就是, 也就是这个区间内的手续费。 那么v3他运用了这个思路, 来去区分, 来去区分。 也就是说, 当你去要需要去收取手续费的时候, 你首先, 你首先, 嗯, 费一个lobal。 啊, 费机吧。 就是你的一个全局的手续费。 你读取全局的手续费。 然后你再, 再读取tick上, tick上记录了这个, fee growth outside。 也就, 也就能得出, 这两边的一个outside的一个fee的手续费的总量。 你把这两边去掉之后, 也就是你的这个区间内的手续费。 也就是, 你不论来任何的区间, 你只要通过这个方法, 就能准确的知道, 在这个区间内, 应得了一个手续费的一个量。 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解决了一个手续费的公平的分配性的问题。 然后我这边, 因为时间问题, 我这边就, 讲的比较, 讲的比较, 讲的比较简单吧。 就是细节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文档。 然后最后来说一下预言机的问题。 这V2的预言机,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时间, 算数的价权平均。 也就是说, 它每一次, 当你的价格发生变化的时候, 它记录了每一次价格。 然后第二次记录的时候, 它会去乘以这个delta t。 就是在这个价格的技术上, 加上这个delta t乘以这个价格。 这是p2, 这是p1。 它会用, 它每次都是用p1加上delta t乘以p2。 这就是它的tw, 啊, 它记录的是一个时间, 时间加权的算数平均。 所谓算数平均就是这个形式。 那么到V3呢, 它也有一些变化。 因为V3它, 呃, V3的价格, 它都是用t个记录的嘛。 因为在程序内运算, 主要是用t个记录的。 t个上实际上都是一个个序号。 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再去, 再去记录价格的话, 你每次都需要去用1.0001。 然后去做指数运算。 这个在合约里面是很, 就是实现起来比较难, 而且也不准确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非常好gas。 这种运算非常好gas。 所以呢, 它记录了, 干涉就记录指数。 它记录的是这些。 那么记录这些指数就变成了一个, 呃, 指数的一个, 呃, 就是相对价格来说, 它是一个几何性的一个价权平均。 时间加均平均。 然后距离公司的话就是这样了。 也就是, 刚才这P1加上ΔT乘以P2嘛。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 这个时候就是tick, tick序号了。 tick1加上ΔT乘以P2。 OK, 你看起来形式上是一样的。 但实际上如果是你要还原成价格的话, 它记录的是一个指数。 1.0.1.001的一个指数的变化。 那你要去还原价格, 你要去还原价格的话, 你要去, 呃, 以这个为底数, 然后用这个公司去, 去算它的指数。 然后去把价格还原出来。 嗯,白皮书你们说就是, 白皮书你们说, 几何平均呢, 比, 要优于, 算数平均。 但实际上我做了一个简单对比的话。 就大家可以在这个文件里看一眼。 我在这边, 呃,故意设了几个, 几个,呃, 波动比较大的价格。 一个是往下, 往下走的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一个是往上走的比较高的价格。 那么到最后来算, 就到最后来看的话。 蓝色是真实的价格。 黄色呢, 是算数平均的, 呃, 是算数价格平均的一个走势。 绿色呢, 是几何价格平均。 我们可以看到, 并不是说,呃, 几何平,几何平价格平均, 它受到了转期的波动率会比, 会比较小, 而是分情况来看, 也就是说, 当价格往下走的时候, 波动比较大。 那么, 那么几何价格平均受到影响比较大。 而反过来, 当往上走的时候, 你的算数平均受到影响比较大。 然后还有很大的区别呢, 就是,呃, 因为有价格区间, 有了,呃, v3有了价格区间, 然后每个价格区间流动性不一样, 所以它在预言界里面又增加了一个, 流动性的预言界的一个变量。 OK, 这是,这是一些,呃, TIG上辅助预言机计算的一些, 呃, 一些数据, 就是每个TIG上都有这些, 都有这些变量。 这个是requility, 这是刚才讲过的, 实际上你, 你要去算, 比如说你要算一个价格区间内, 你通过预言机去取,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做事, 它参与了做事有多长时间。 这个通过预言机可以取到, 然后这个,这个价格区间里面, 平均每个流动性, 它能赚取的收益是多少, 也是通过流动, 也是通过这个预言机可以取的。 具体的算法也是一样的, 就是跟手机费一样, 你用总的去减去两边的, 就得到中间的这块数字。 资料的话是跟,呃, 收取手机费是一样的。 OK, 我这边分享就基本, 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提问。 这个,这个V3上线之后, 他, 资金利用率啊, 什么指标有, 有什么, 显示吗? 资金利用率的话, 这个我不知道上哪看的, 你可能, 你如果, 你看你怎么定义自己资金利用率的吗? 就是说他,他,呃, 他多次的价格区间, 有多长时间是在, 是在那个区间内的, 有多长时间在区间外, 你需要这样去统计, 我现在还不知道去哪统计, 可能, 可能用那个, 用那个, 用那个Dune, 看能不能统计啊, 我没试过, 这个不太清楚。 啊, 但V3当初给的, 那个, 那个, 就, 初中是, 就改进资金利用率吗? 是吧? 对对对, 初中就是为了让你只用添加这部分, 不用去添加这个, 这个虚拟的, 他就把公式平移了吗? 左移右移吗? 对, 实际上他也只是, 也只是用, 用风险来换取收益率高吗? 就是你, 你V2的时候, 你的风险是比较小, 你总在做事。 你肯定落到, 落到你上面了。 哎,我刚才群里有人说有定义, 那个同学你说一下, 我还不知道。 嗯, 嗯, 聊天吗? 嗯, 那个有定义, 然后我发到那个, 我把链接发到那个, 这个, 聊天记录, 我再找这个链接。 OK, OK, 可以, 可以发群里。 好的好的。 这个定义, 能讲一下啥意思吗? 是整体的资源利率, 还是说对于某一个, 个体的plode。 等下, 我转一下, 我发到那个群里头啊。 嗯, 微信吗? 微信群。 我看一下。 好像没有啊。 啊, 我现在发。 嗯, 嗯, OK, 然后他有打开, 打开那个, 打开之后有一个那个, 点一下那个vrv3calculation, 最下面那个, 最下面那个, 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 然后有一个ecl表格, 哦, 他他他不是他不是直接给的, 然后你翻到那个D, 呃, 再往上翻一点, 再往下翻一点, 哎, 往上往上面走一点, 好,算准备一点, 所以他会有一个那个数值, 看到没有? 资本效率陈数, 就是那个, 刚才说的那个资金, 资金利用率, 它是一个多少倍多少倍的, 呃, 水标往右边来一点, 就在DN列, DN列, DN列, 对, 对, 这全部都是CAPCHFS, 但是他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 因为看这个资本, 就他这后面公示我, 我当时, 当时推了一下, 我没有记下来, 大概就是说你的那个, 你可以点他excel里面,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点他excel, 他有个公式, 对, 他这个就是很离谱, 他定义的这个, 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这个, 这个资金利用率的意思, 因为真正的印象, 4000多岁, 他这个不是真正印象资金率,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资金利用率, 其实是你, 就是说, 或者说同样的流动性能够, 怎么说来的, 说他这个是人为定义的, 而且没有实际价值, 是一个, 没有什么特别用的数, 因为你看这公式, 你就知道, 他只是拿那个, 拿那个去, 拿那个借列除以K列, 然后把它, 人为的, 人为的成了一个, 那个四分之一的这个, 这个指数, 这个是没有任何实际, 他这个有没有什么实际亿啊, 没有, 没有, 我敢确定是没有, 这个价格下限除以, 所以价格上限, 在四分之一做指数, 这是啥? 就是, 就是我当时想了一种资金利用率, 其实比他这个还要客观, 然后还要那个, 就是说有实际价, 但是跟这个公司对不上的, 他这个是没有实际价的, 我理解的资金利用率, 实际上就是你的, 呃, 你的那个做事的时间, 和你没有做事的时间一个比的, 就是你总体的, 你参与做事的时间, 一个总体的时间, 是总体的时间, 然后, 然后去, 然后再去看你参与做事的一个时间, 肯定参与做事的时间, 是会小于等于这个总的时长的, 这就是一个资金利用率吗? 我, 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 可以, 就资金利用率, 这个是个非常含糊的概念, 官方其实只在这个地方提到过一次, 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这个东西。 嗯, 就是你家, 你家那个, 只要你看到上其他文章, 都是提了一嘴, 资金利用率, 但是公司只出现过一次, 而且这公司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感觉是个噱头, 就是官方的一个噱头。 好, 我, 我, 我想他说的那个利用率是这个意思, 就是, 嗯, 就是这里, 就是比方说你在V2里面, 你的资金利用率, 资金利用率, 实际上是你的这个参与做事的这个区域, 去处于总的这个面积, 他, 他应该是这样定义的。 可能跟这个有关嘛, 但是我也看不懂这个公, 他这个现在写的这个公式, 我理解了他那个改进的, 改进的地方就是这, 就是这里嘛, 就是他把这个, 让你去添加陈测区域, 然后这个陈测区域, 全部都可以参与都是, 他改进的这个地方, 他提高了这个资金利用率。 然后, 然后也分享一下这个网站吧, 因为这个之前是RAP大佬, RAP大佬, 我看RAP大佬在用, 然后, 然后用这个写函数, 然后去比较直观去看一下, 也比较方便吧。 OK, 还有没有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我我再发一个链接啊, 就是嗯, 在那个, 在那个Graph里面提, 看数据的时候会有一些, 会有一个奇怪的ID, 我发, 我发过来。 我等一下。 嗯, 嗯, 就比如说, 那个Uniswap, VCM里面有一个那个, USDC, USDT, 这两个交易队嘛, 它有一个那个, 这个池子是, 呃, 那个万分, 万分之五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池子, 然后它那个, liquidity就很很少嘛。 嗯, 稍等一下, 我发链接过来吧。 看一下啊, 我找一下资料, 就是, 就那个Graph去看那个, 池子里面的交易队的tick的时候, 但那个tick数是不准的, 我,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或者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没有的话, 我就是私聊也行, 因为这个可能不是大家都有的问题啊, 可能会比较花时间。 没事, 那那你的可以之后, 在群里面发, 讨论一下吧。 行行行, 啊, 好。 OK, 那我这边先停止录制吧。 那行, 好。